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已经带来98年学测 选天第一地 这个题目是关于直线平行线距离的问题 他说 数表平均上面有平行的两条直线 它们的S截距相差20 它们的Y截距相差15 请问你两线距离 各位同学 您要先复习的是什么叫S截距 所谓的S截距就是直线与S轴相交之点的S坐标 什么叫Y截距 就是与Y轴相交之点的Y坐标 所以请注意 截距指的是点的坐标 并不是代表距离 截距不是距离 截距是点的坐标 那如果说截距差了20 这个截距差了15 我们不妨这样思考 它会有两个S截距 那差20 干脆把其中一个摆在圆顶上面 那Y方向也是一样 一个是15 一个就摆在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set 我们可以设计说两条直线 其中一条直线刚好是过圆点 也就是说呢 它有两条平行的线 那两条平行线我们设计其中一条是过圆点的 那另外一条它的S截距就是20 Y截距就是15 所以请看图片 就是有平行的L1跟L2 那我们让L1过圆点 那L2它的S截距就在这边 所以这段距离就是20 那它的Y截距是什么 这个点是015 所以说这个方向这个距离 轻直距离就是15 那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两股是20跟15的时候 同学可以按暂停 自己用壁式定名把旋边算出来 叫做25 OK 那我们现在算的就是 这两线之间的距离嘛 那距离指的是垂直距离 看到垂直可以有诸多联想 最直观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面积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呢 要利用这一块三角形它的面积是不变的 这一块三角形它的面积是不变的 利用面积不变的这个观念 叫做2分之1底层高 会等于2分之1底层高 好 请看哦 就是说2分之1底是20 高是15相乘 会等于是换斜边当作是底 叫做25 那高就是这个小株 就是这个距离低 所以啦 2分之1乘以20乘以15 等于2分之1乘以25再乘低 那2分之1跟2分之1对杀 25除过去 所以我们就得到说 两条平行线的距离 就叫20乘以15 除以25 经过计算 可以12 白单